主料,五花肉65克,土豆300克,莫笋250克,胡萝卜100克,辅料,青椒一汁,洋葱,生抽二汤匙,豆瓣酱一茶匙,料酒一茶匙,精盐,食用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土豆和莫笋取皮,切片,胡萝卜和青椒切片,洋葱切片, 切口浆,五花肉切片,苹果里入油,把土豆接至半透明状状出,入油炒香洋葱和姜,加入豆瓣酱炒出红油,加入五花肉快活翻炒,加入料酒和生抽炒匀,加入胡萝卜和土豆片翻炒,加入了莫笋片翻炒,炒几下,最后加入青椒片,加入食量精盐炒匀,装碟,或装干锅点上, 酒精盆边加热边吃,烹饪技巧,一,各种蔬菜片要切至匀更好煎炒,二五花肉要切片而匀,快火炒熟,三,喜欢辣的可加些干椒炒锅,或多包下豆瓣酱,四,可加少许麻油,辣辣鲜香煎油哈,五,五花肉也可以用培根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